哈囉,大家好,我是腿 對,那我今天想跟大家介紹的就是魔力寶貝的快捷劍 因為快捷劍其實...幾乎所有...應該每款遊戲都有快捷劍啦 只是魔力寶貝的快捷劍...知道的人沒有那麼多 知道的人並沒有那麼多 就是...像我們玩遊戲就可以直接按快捷劍啦 就是很多都可以快捷劍啦 那...但是...我們...我就跟大家...教大家幾個比較常用的 真的是比較常用的 好不好 那...最常用的我覺得是這個 Ctrl加F11 Ctrl加F11 就是...很多人問我說 欸?為什麼...我的角色底下會顯示我的血條跟魔力條 你只要按Ctrl加F11就可以達成了 這就可以顯示我們的...組隊血量條 連隊友的都可以看到喔...連隊友都可以看到喔... 這樣就可以...來觀察... 唉唷!隊友是不是沒有狀態了?要等他補個摸補個血 OK吧? 那...第二個就是...F11 欸...你想要...因為...遊戲到時候很多人...啊...我找不到的隊友怎麼辦? 因為...很多人的那個角色長一模一樣嘛 你一定要滑到人家上面 才可以看到他的ID對吧? 那不用...我們今天按F11 就可以看到ID顯示在...那個...頭頂上方了 ID就可以顯示在頭頂上方了 那你多按幾次的話它就會顯示其他的東西 例如人家的稱號啊... 然後...應該是家族之類的...反正就是... 你只要按F11 單純按F11就可以讓你的頭頂跑出這個 那有時候你按一次沒有出現 你就多按幾次 因為它是...很多個...顯示名稱輪流化 那就是...有順序啦 那你就是一直按就2L 好不好? 那...如果說你覺得那個...人家在洗平很煩 那要怎麼辦? 按HOME HOME就可以清除當下的...說個對話了 HOME HOME 然後就可以把...頻道...清空 那...接下來...因為...其實... 有些人會問我說...啊為什麼的...那個...對話框... 對話框可以放這裡 對啊 有些人會想知道對話框在...為什麼可以放這裡對不對 OK 你按Ctrl加HOME 它就跑到這裡來了 這裡就可以跑到...我們的...那個...左下角 這就是...切換對話窗的位置 原本是這邊嘛 右下角 變左下角 那再來一次就可以切回去了 那如果你想要...像你覺得...喔...這樣好...這樣好短喔 然後你每次都滑過來這邊移 然後...就才可以把它拉長 喔...好煩...真的好煩 那...其實也不用這樣 也不用這樣 好不好 你只要按那個... Ctrl 大家聽好喔 Ctrl 然後...加上 就是...方向進的上 加下 就可以...變長...變短了 好不好 那如果想增加這個...聊天的範圍的話 要按Shift 加左右 不是...這不是這個 就算我們講的話 這個是我口誤 抱歉 就是我們...不是一對NPC在對話內嗎 那...玩家對話內 那你要怎麼收到隊友 或是其他人的講話方式 那你就是喔...這邊你們看喔 你看Shift 加... 左鍵好了 像...這個 就是我目前可以收到的格子內 齁 那如果你可能覺得...大家講話好煩喔 那你就可以收到這麼小 你可以收到這麼小 就只有這...某範圍內的人 才可以...呃...說話打字 你才看得到 這麼小 那一般我是建議大家開大一點啦 對 好不好 其實...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我一直被人家說 啊...你在拍片時... 你在拍片的時候 為什麼... 為什麼不把它縮小 很煩耶 那看...看得很阿傻 就是...把...整個對話框關掉 齁... 對話框要怎麼關掉呢 就是按Shift 加Home 它就整個沒了 那你想要讓它跑出來就是再按一次 對吧 那...這些就是...我...大致上... 教你們一些比較實用 比較有用 比較多人問的快捷鍵 那...如果說你還想自己去發現對不對 這邊...你看ESC的...鍵盤的ESC 就登出這邊嘛 應該有看到一個熱鍵列表 這邊其實就有告訴你了 這邊其實就有告訴你了 對吧 你們可以一個一個去看 一個一個去看 OK吧 OK吧 好...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啦 因為其實很多人真的很想知道 我想最多人問的應該是 頭頂顯示血量這個東西吧 對...頭頂顯示血量 而且...角色底下顯示血量魔條這個東西 那我想說乾脆就拍一部影片 跟大家說一下... 一些基本的快捷鍵 對...一些基本的快捷鍵 那...如果我講的不清楚 或是你有想看的 就自己去...這裡面看 好不好 OK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你們大家收看喔 好不好 那...如果你們還有想看的 都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 最後...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訂閱、分享、按讚 開啟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 好不好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記得...一定要幫我按訂閱喔